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很基本的这个名词的问题 它说下列三个电晶体是处在何种阻态 那我们前面有介绍过 这什么叫阻态呢 这关键在于这个BJD电路 跟我们以前学到的电路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它有一个输入讯号 有一个输出讯号 那我们说天线接收到这个讯号以后 希望能够把这个讯号把它放大 所以有讯号的输入端 有输出端 那输入端输出端 那它有一个怎么样 它有共用的一级 好各位如果输入输出 它共用的是怎么样 共用的是射击 这个我们叫什么 我们叫共射击阻态 这英文叫做common emitter 那简称叫什么 简称叫CE 那我们前面讲到 好这个积极呢 它的主要作用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输入讯号 所以这里输入端 这里输出端 好如果现在呢 这个是属于积极共用的话 好各位这讯号输入端 这输出端 积极共用的话 这叫做共积极阻态 如果是怎么样 积极共用的话 这个我们叫做共积极阻态 这个简称叫CC 好这个简称叫什么 叫CB 这个简称叫做CE 那你说老师 那谁会当输入端呢 各位那当初积极呢 在设计上 就是用来当怎么样 当输入端 所以如果你有积极 有积极的话 那基本上我们就以积极 当做输入端 可是现在积极被共用了 所以呢 在这种主态下的话 那就换过来 以设计当做怎么样 设计当做输入端 这个积极当做怎么样 积极当做输出端 不过呢 虽然我们介绍了CE CB CC 好这三个怎么样 三个主态的这个名词 可是我们前面也讲到 这高中物理呢 基本上只要让大家 会这一种就好了 我们知道说 这共设计主态下的这个BJT 在顺向主动区的操作模式下 具有怎么样 具有讯号放大的这个作用 好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了解 这个就可以了 那至于这个CB CC呢 这两个电路呢 可能就要等到大学呢 如果你念电子学的话 才会看到这个实际的电路设计 在这里呢 是让大家了解一下 这个基本名词 那BJT电路就比较麻烦 因为基本的名词非常多 好 所以呢 这个简单的 这个基本的名词提供给大家参考一下